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传统文化展 也是第一次传汉服 这一次的国司汉服节 有很多传统文化相关的博主 也来了 声杀全网367万粉丝 知悦全网360万粉丝 他的视频你有刷到过吗 还有我的好朋友燕红 全网219万粉丝 我们来看看他的手工作品 还有好朋友朵朵 全网244万粉丝 他应该是我朋友圈里面 颜值最扛大的 我们从广州出发 目的地杭州丝绸博物馆 那现在已经到了中国私处博物馆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参加 有关汉服文化的活动 然后据说燕红他们已经到了 我们现在去找他 现在呢活动是刚刚开始 他们应该就在里面 然后这边有很多的传统文化相关的摊主 他们也会制作一些相关的手工作品 来进行售卖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找到燕红了 燕红在那里 现在挺多人在看的 燕红 燕红 哈喽哈喽 阿琳 嗨 阿琳 你这个东西我已经给你摆好了 好的好的 这是我以前做的国风系列的 然后这次呢我也摆出来了一些 然后燕红帮我已经摆好了 然后燕红的品牌呢还没有正式推出 然后这是他做的大燕的系列 我觉得挺好看的 我帮你准备了一件汉服 OK 这是我第一次穿汉服 就是我感觉我发型有点奇怪 OK 我们现在去换一下 然后今天呢就带大家逛一下 丝绸博物馆 然后还有这一次 汉文化的一些活动 那接下来呢就带大家沉浸式体验 古人之美 呢 拿下来呢 打下来呢 或者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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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